哈喽朋友们好,我是Lovin 很多朋友喜欢在阳台种蔬菜 今天跟朋友们说一下阳台种蔬菜 比较适合的两个品种 一个是这个红薯苗,薯苗叶 还有就是空心菜 这个是有机肥料 要放点这种来打底 首先要种蔬菜啊 第一步的话就是要准备好花土 然后还有一些种菜的元气 像一些大一点的盆啊 或者是方形的红薯木的那个花槽啊 都可以 还有一些朋友拿泡沫箱来 首先在下面我们先拌一层薄骨 然后呢,这个种菜的时候 因为是花盆种菜 所以底肥啊,一定要拌底肥 底肥可以选择一些有机肥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动物的粪便 发酵过的动物的粪便 都是可以的 放完几肥之后 再覆盖一层花土 然后呢,这两种蔬菜 一个是这个叫空心菜 一个呢,是吃叶的这个红薯苗啊 这两种在市场上买回来 然后把嫩的要摘来炒的摘掉之后 剩下的这个杆 金干就可以直接拿来种 这两种蔬菜的共同特点就是 当它长出来的芽摘来炒了之后 它又源源不断的发芽 就是吃完一场 然后又长一场 而且这两种蔬菜啊 都是比较好吃 然后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均匀的种到 我们的四周 就可以了,让它们慢慢长大 这个呢 这个呢,可以直接 这样 掐下来 插上去就火了 做好之后呢 就给它们浇水 做好之后呢,就给它们浇水 这两种蔬菜呢 这两种蔬菜呢 都是平时啊 病虫害比较少的 种种 朋友们在家里 羊台养这个蔬菜的时候 只要注意 给它浇水 天天浇水 然后它可以 收获的时候 就是把嫩的 剪下来 吃了之后呢 然后又追肥 吃一场又追一次肥 就这样重复来啊 这样子 一年到头都不用再买这两个品种的蔬菜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喜欢老币视频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啊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